上一讲我们说了家庭财产的认定和分割 这一讲要来说本章的最后一个行为规则 收养 虽然民法典把收养规定在婚姻家庭边的最后 但它的相关条文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其中很多都是细节性规定 也好理解 我们这一讲主要解读收养行为里比较重要的 也比较难懂的规则 先来看一个案例 老金曾因交通肇事罪入狱数年 出狱后 小明的父母因老金未婚 没有子女 与老金签订了收养协议 约定小明由老金收养 双方办理了收养登记 几年后 老金因意外事故死亡 留下了一笔遗产 他的姐姐金甲金蚁就述到法院 要求确认老金收养小明的行为无效 理由是小明的父母当年上有抚养能力 不具备送养条件 而且老金有犯罪记录 也不具备收养能力 你认为法院会不会支持老金两位姐姐的诉讼请求呢 可能有同学会想 两位姐姐的主张有道理 老金犯过罪 小明的父母又不符合收养的要求 根据法律规定 收养确实应该无效 但我要说的是 小明的养子地位不能被否定 因为收养关系已经形成多年 并且老金的姐姐主张收养无效 用意是要否定小明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身份 法院不应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要看民法典对收养是怎么规定的 收养是自然人领养他人子女为自己子女 依法创设拟制亲子关系的身份法律行为 虽然这种亲子关系是拟制的 但它与自然血亲关系具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在实践中 怎么才能建立收养关系呢 最基本的 是要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食指性要件 不过收养关系里有三方主体 分别是收养人 被收养人和送养人 他们要符合的条件还都不一样 我们得挨个来说 首先是被收养人 根据民法典规定 只有未成年人能被收养 一是孤儿 也就是父母自然死亡 或者被法院宣告死亡的未成年人 还有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 比如被遗弃的儿童 或者父母被宣告失踪的未成年子女等 最后是生父母 有特殊困难 无力抚养的子女 比如 父母无经济负担能力 患有严重疾病 以及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原因 无法或者不宜抚养子女 出现这些情况 其子女可以被收养 此外还要注意 如果被收养人 是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还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再来看送养人要满足的条件 第一种就是刚才说的 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 但这里要注意 生父母送养时 必须是父母双方共同送养 当然 如果生父母一方死亡 或者下落不明 只能由单方送养 这也是可以的 这种情况还要看主父母 外主父母 有没有来主张优先抚养权 比如我们变形一下开头的案例 假设小明的父亲去世了 只有母亲能单方送养 在送养时 小明的爷爷奶奶 要求由自己抚养孙子 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母亲还坚持送养 就不能把小明送养给其他人 而要交由爷爷奶奶抚养 除了生父母可以送养 还有两类主体也可以 一类是儿童福利机构 另一类是孤儿的其他监护人 比如监护未成年人的 书伯孤旧仪等等 要注意 如果是其他监护人送养孤儿的 必须先征得孤儿的 抚养义务人同意 这里说的抚养义务人 就是父母之外的 其他近亲属 比如张三是孤儿 还在世的亲人 只有爷爷和叔叔 现在他由叔叔监护 如果叔叔想把张三送养 就必须征得爷爷的同意 否则不能送养 如果爷爷始终不同意 叔叔又不愿意履行监护职责 那就得根据我们在第66讲说过的监护规则 来为张三重新确立监护人 最后是收养人要满足的条件 这些条件规定在民法典第1098条里 都不难理解 你有个印象就可以 比如收养人要年满30周岁 要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以及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等等 还有收养人不能有不移收养子女的疾病 比如传染性肝病肺病等等 此外收养人还不能有会影响 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比如案例中老金曾犯过交通肇事罪 这种犯罪记录就对小明的健康成长没有影响 但如果老金犯的是故意杀害罪 虐待罪等等 这就不能担任收养人了 刚才说的都是一般情况下 收养要满足的条件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些特殊情况 一是如果收养的是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 也就是俗成的过季 条件要适当放宽 假如案例中小明是被自己的大伯 姑姑等人收养的 那就不要求小明的生父母在送养时 一定要有特殊困难 无力抚养 此外如果父母一方再婚 既父母收养既子女条件也应适当放宽 比如不要求生父母在送养时有特殊困难 既父母也不受民法典滴1098条 对子女数量违法犯罪记录年龄等等的限制 刚才我们说的是建立收养关系要满足的实质性要件 但光有他们还不够 收养关系要产生效力 还要经法定程序确认 也就是必须到民政部门进行收养登记 收养生效后具体会引起什么法律效果呢 首先是会在养父母养子女之间创设新的亲自关系 这种效力不仅给予养父母和养子女 同时给予养父母的血亲 比如案例中老金在收养小明之后 老金的父母以及两位姐姐都会成为小明的拟制血亲 与他产生亲属身份 发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 既然收养会建立新的亲子关系 对应的也会消灭原来的亲子关系 也就是养子女与生父母等近亲属的权利义务 完全消灭 最后再来看收养关系的解除 收养关系毕竟只是拟制血缘 和真正的亲子关系还不一样 在出现特定私有时收养关系可以解除 第一种情况 是收养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养子女的利益 假设老金在收养小明后没有好好履行抚养义务 甚至还家暴他 这时小明的生父母就有权起诉 请法院判决解除收养关系 当然如果老金对小明也很好 只是小明的父母舍不得孩子 想要解除收养关系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 但是小明的父母需要和老金协议解除收养关系 协议后也需要到民政部门登记 第二种情况 是成年养子女与养父母关系恶化 无法共同生活 这种情况双方都成年了 所以首先是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先协议解除 协议不成的再由法院判决 收养关系解除后 养子女与养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 养子女三未成年的 自行恢复与生父母的亲子关系 如果养子女已经成年 她有权决定是否还与生父母等近亲属恢复法律关系 如果双方都愿意那没问题 但如果有一方不愿意 这就不能恢复了 生父母也不能再要求被送养的成年子女尽赡养义务 说到这儿 你应该能理解我们开头说的结论了 也就是法院不会判决收养关系无效 老金确实犯过交通肇事罪 但这种犯罪记录并不会影响被收养人健康成长 不能依据这一点来否认收养关系的效力 小明的父母当年还有抚养能力 根据法律规定其实是不能送养子女的 但是这个案例情况比较特殊 当年登记机关在审核时有疏忽 仍然为双方办理了收养登记 让老金在事实上收养了小明多年 如果因此认定收养行为无效 那小明将被剥夺对老金的继承权 合法权益会受到严重损害 这不符合民法典第1044条规定的 收养要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 所以这个案例 法院是认定了金和小明这种情况 可以是为形成了合法的养父子关系 最终驳回了金家姐妹的诉讼请求 判决收养行为有效 但要说明的是 这毕竟是一个特例 法院对此做了自由裁量 现在民政部门进行收养登记 都会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的规定 依法进行收养评估 一般不会再出现 收养人资格不符的情形了 关于收养行为 我们先说到这里 为你总结一下本讲内容 第一 收养是自然人领养他人子女 为自己子女 依法创设拟制亲子关系的身份法律行为 第二 收养行为依法登记后 会在养父母子女之间 建立新的亲子关系 对应的 也会消灭子女与生父母原有的亲子关系 第三 收养关系解除后 未成年子女与生父母自行恢复亲子关系 成年子女与生父母是否恢复关系 需要与其生父母协商确定 好 说到这里 咱们课程里 平等和谐的亲属关系这一章 就全部讲完了 听完这一章后 你有哪些感受和收获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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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